双眼泛着泪光 讲顾总统金国先生百岁诞成 马总统当然不能缺席 率领府院党高层头疗夜灵 情绪依然激动 缅怀老长官心情难以平复 其实马总统每年到头疗 不论是以台北市长国民党主席身份 一见到讲顾总统遗照 必定红着眼眶 世外现花是个鞠躬至尽 泪水就是在双眼打转 感性之处还不止如此 遇上228纪念日 内心更是澎湃 步一步的能够弥平 这个为台湾现在史上 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就差点没哭出来 多年前造访新加坡 国父孙中山故居 也是难掩激动 亚洲建立的 第一个民主共同 缅怀革命先烈 不禁善然泪下 当选总统欣赏电影色界 同样哽咽起来 大家一时还摸不着头绪 原来 只能说马总统遇上感动场面 就特别容易来个感性登场 尤其一想到讲顾总统 这水龙头总是怪不起来 难掩激动 另外12号下午 马总统在总统府接见 讲经国传的作者 也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陶寒 而在12号晚上则是设宴 款待蒋经国的情友 今年是前总统 蒋经国百岁名诞 马总统下午在总统府接见 曾撰写过 蒋经国传的 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陶寒 晚间还特别在府内宴请 蒋经国的儿子 立委 蒋孝岩 与孙女 蒋又美 等多位蒋家人 一起获邀出席的 还有当年 蒋经国多位 民间友人 马总统自辞时 推崇感念 蒋经国过去建设 台湾的历史贡献 不过时间已久 当时钟壮年的蒋经国 民间友人 如今年事已高 但谈起过去 蒋经国与他们的互动 却依然历历在目 一生下来就没有手 三岁时被蒋经国 抱着的画面 被制成邮票的 口筑画家杨恩典 不但已经结婚 还生了孩子 他除了感谢过去 蒋经国对他的关怀 也谈到他五岁的女儿 贞德的一段去谈 我小时候跟我女儿很像 所以他常常跟人家说 那是经国先生抱他 不是抱我 是抱他 原来是母女长得太像了 让小贞德以为 妈妈口中的蒋爷爷 手里抱着的小女孩 就是他 在蒋经国百岁名单前夕 马总统和这些 蒋经国的民间友人们 也用各自的回忆怀念他 不换你 我换你 我换你 感谢观看